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却多少忽略了对于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 即便是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些观点 也是仅限于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 或者进行了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 然而在二战结束之后 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关系急剧变动 而出现了两个外交战略的大桥整 为整个世界的政治关系的迅速分化与改组 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而中国当然不例外 被带入两极格局的悬涡 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美苏的分歧早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候 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莫斯科方面怀疑英美故意做山关胡斗 部分美国将领也不掩饰他们 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的苏联两败俱赏 苏联为了其战后的利益 开始着手推动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上台执政 南斯拉夫 波兰 阿尔巴尼亚 希腊等国出现 那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 斯大林在战争中逐渐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 军队到哪里 制度就建立到哪里 而英美政府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明确 绝对不能让苏联的势力扩散出去 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坏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 他们绝对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 建立民主政治 此时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 他们在考虑战后的世界安排时 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 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 包括自身制度的恐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 说到底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 主要依据意识形态 而不是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是立范的 正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最为明显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之下 任何势力弱小的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彻底的由自己国内的政党力量来把握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 关于这一点二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具有非常强的可比性 两个国家都位于巴尔干半岛 且国内的共产党力量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希腊却在英国的干涉下惨遭失败 南斯拉夫在苏联的支持下轻而易举 那就取得了整个国家的政权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 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双方关于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达成了一个百分比协定 根据该协定 希腊被划在英美一边 这样的结果使得英美尤其是英国可以直接大胆的干涉希腊的内政 当希腊共产党人起来反抗的时候 苏联对此完全充耳不闻 袖手旁观 在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下队中被镇压 苏联虽然损失了希腊 但是却获得了对于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还有匈牙里等国家的控制 由此可见 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 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革命者 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 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的一方是否居于优势地位 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世时尚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苏联也承诺在战后支持蒋介石政府 因此二战后中国革命 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与条件与希腊非常相似 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革命重蹈希腊的覆辙 遭遇美国的武装干涉 而且斯大林也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美军部分在华北的一些港口登陆 多种迹象都表明中国的共产党人陷入了希腊共产党遭遇的艰难境地 但是战争打起来了 美国并没有直接干涉 共产党也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游弱变强 打败了国民党军队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表面看似平静 只是国内两个政党自己的较量 然而背后却是大国在博弈 造成的一种势力的均衡 使得美苏两国都无法直接插手 新中国的诞生 并非与美苏冷战毫无关系 1945年8月9日 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 以及与国民政府的谈判 在中苏边境集结的150万大军 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 很快就进入到中国东北的内部和朝鲜的北部 看着苏联的大举进攻 很有可能占据中国的东北甚至华北 之前对于日本要求保留天皇的投降条件 一直不同意的杜鲁门也松了口 希望以日本尽快投降来阻止苏联的脚步 同时美国要求美军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之外 还要积极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到关键的地区 为了阻止苏联的前进和中共的行动 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 据此 美国与日本联手阻止中共的军队进占各战略要地 麦克阿瑟甚至威胁日本说 任何向中共缴械的日本士兵将来得不到钱发 同时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常会议上 美英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生尖锐的冲突 双方争吵不断 尤其是美国坚决要求独占日本式的苏联方面非常的不满 美国独占日本式的苏联的远动直接受到威胁 苏联为了减轻这一方面的压力 开始调整其在中国东北的政策 鼓励中共的武装大规模进入东北 私下将苏联军队占领的地方交由中共 并且将日本投降之后 了大批装备武器转交中共 其中包括坦测飞机 这样的重型武器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 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 如果中共能够完全占领东北 则整个山海关以北 就可能实现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分治 成为既可以依托苏联 又可以有效保护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护敌 即使中共不能完全控制东北 有大量的中共军队也可以牵制美国的行动 就以上情况而言 了,站在中国东北已经开始 但是美国与苏联虽然背后明争暗斗 但是并没有直接出手 因为现在战争刚刚结束 名义上两国仍然是盟友 并且双方此时争夺的重点 主要是在欧洲地区 因此双发在中国爆发直接的冲突 可能性不大 并且美国战后的反战声音非常强烈 要求政府大规模裁品 政治家们不得不考虑民意 因此暂时美苏两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较量 采取了不干涉的姿态 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 美苏还在中东、欧洲、北非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欧洲的战略地位、中东的石油 所有的这些都牵动着两国政府的注意力 此时美国开始接受海南的遏制理论 由于苏联在中东的兵力优势 使得美国只能不惜代价保住日本 辅助日本来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 这些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到中国内战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 随着中共的一步步胜地 国民政府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美国感受到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强烈 从而引发全面对抗与遏制政策的出台 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只是缺少正式的宣言罢了 而冷战格局一旦形成 中国革命及其新政权的选择空间 就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